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98期的节目 转眼距离1800期 只剩两步路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朋友借给我开箱的玩具 它是Beast World的蛇鸟 它是属于世界初的一个版本 还不是金属变体的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它的说明书直接印在盒子的后方 那其实呢 这是一个1996年的复刻版本 应该不是最初的一个出版了 那么它是属于一款 这个 属于一件变形的玩具 那我就直接将它从 包装盒里头 取图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非常非常有老玩具的感觉 就拿出了蛇鸟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兽形态 上面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手啊 顺着这个扳纹上去啊 真的有那种老玩具的感觉啊 它的鸟形态的可动 嘴巴可以张开 里头的话呢 就没有舌头的刻画了啊 那么看到人形的腿在后面 那去榨体来说 它还是一个就是 所谓的一键变形 所以它的变形呢 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 你只要把头的话呢 给往上面翘起来 它这个地方呢 它的锁扣就已经松开了啊 就直接的 就所有的变形就几乎就到位了啊 我们只需要呢 将这个地方锁扣给解开 两侧都给解开 就露出了它的手臂 还有脚的话呢 只需要把脚掌打平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武器呢 藏在这里 稍微的去拽一下 就会掉下来 那武器的话呢 本身是要做一个小小的折叠的翻出来 如此 就可以扣在手背 手上 好了 这个就是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蛇鸟 后面的这个造型 直接扣这样 就行 可动的话呢 也不算差啊 虽然是一个一键变形 但是该有的可动也几乎都有 除了腰身无法转动之外 其他的部分 你几乎想得到 能动的也都可以动了啊 那可以转到后面看一下啊 整个造型 OK 头雕 嗯 也是可以转的啊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是个非常有趣的小玩具了啊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变回去的话 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把这个武器折一下 然后呢 将兵器防回这里 那它变回去的时候 就是很简单 就直接从这个地方推过来 你看到吗 推过来 它会直接的 会连带带动所有的变形 这里只要卡下去 卡住就行了 然后呢脚掌往上翻 这个地方 内侧有两个锁扣 把它扣上 把脚的话呢 推过来 手肘的这个地方 这个凸 把它给扣回去 我第一次接触到 一键变形的玩具 是多年前的 玩到一个淋巴动画的玩具 觉得一键变形也是非常有趣的 在有限的这个空间 还有必须考虑一个联动的情况下 来完成兽型 也就是说的是隐藏形态 跟人形的转换啊 也算是变形金刚玩具中的 一个重要的发展分支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 到这一款 来自于BW的蛇鸟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